英格兰新北部滨海城市绍斯波特 29号发生严重持刀凶杀案 一名男子闯进当地的一处儿童俱乐部行凶 据报造成一名儿童死亡多人受伤 警方已经将行凶者逮捕调查 收治女童的医院将事件定性为重大事故 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50分左右 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名为哈特的希望的儿童俱乐部 像在这里的儿童袭击 有家长回忆说看到自己的女儿惊恐地跑出事发地求助 有附近商家目击者形容 袭击过程犹如一部恐怖电影 当地警方赶到现场抓捕行凶的男子 受伤的女童被分别送往附近多家医院救治 当地医院急诊部还特别提醒民众 如无必要当天不要带自己的孩子来医院 避免看到现场的景象 事发地点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爱尔兰海海边的 兵海城市距离利物浦一北约27公里 当地常住居民约10万人 其中近半数居民年龄在55岁以上 很多当地人表示难以想象 这样的针对儿童的指导凶案 会发生在这座宁静的城市 英国首相斯塔莫和内政大臣库博 已经分别通过社交媒体对事件表示关切 富豪卫视 曹杰 吴若铭 伦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